欢迎来到阿广敏吉他教室 我是阿广敏 那么今天我教大家谈一个比较简单的F和弦 那就是小横按F和弦 因为有很多学生会问到 老师我的大横按F和弦老师按不好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按法来替代这个大横按呢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小横按的F和弦怎么谈 Go 现在我们马上学一下小横按的F和弦 我们用食指按住第一根弦和第二根弦的第一平 按住两根弦 第一根弦和第二根弦 然后我们的中指按住第三根弦的第二平 按住第四根弦的第三平 第五根弦和第六根弦是不需要弹的 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 每根弦是否发出正确的声音 第四根弦 第四根弦 第三根弦 第一根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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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别在于大横按多了多了第五根弦的第五根弦的第三平和第六根弦的第一平 这两根弦 这两个低音 所以大横按听起来会更加饱满一点 小横按的话 它是更加尖锐一点 因为它缺少了一个第六根弦的低音 我们试一下西和弦换到小横按的按分和弦 同学们可以放慢一点 我们试一下AN和弦换小横按的F和弦 我们试一下小横按的F和弦换G和弦 我们试一下小横按的F和弦换G和弦 好了相信同学们已经学会了小横按的F和弦 但是同学们不要忘记继续练习大横按的F和弦哦 我们下节课继续分享学吉他的小智识小技巧给大家 我们下节课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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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